美军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雷哥里·吉洛特9月30号发布消息称 9月23号,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飞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拦截了俄罗斯军机 在此过程中,一架俄军苏35战机进行了不安全、不专业,可能危及所有人的动作 美方公布的视频显示,美军F-16战机正接近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此时,一架俄军苏35战机从后方加速掠过F-16机头,美军飞行员做出规避动作